請求聖地位 謝謝 我剛好唱的這條錄都堆堆堆 我心裡的那個人 也要給他堆堆 我帶來這首愛你一萬年 來來來 我本來想說火療一哥是要像吳敦儀 那種頭髮 這個太香了 但是導演他又覺得不是這樣子 稍微再活潑一點 因為他覺得台灣有年紀的男生都不快樂 所以我火療一哥都帶著哥進來帶著哥出去 飾演《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裡的痴情暖男《火療一哥》 早已是許多藝人表演老師 戲裡超過30年的許潔輝 總能在演出中加入自己的觀察 替角色注入生命 我有那種遙秘空間的空氣震動 我什麼人會跟他關心去 九年多快十年的時間我都在做模仿秀 我已經養成做人物觀察的習慣 所以在我的腦海的這個檔案資料裡面 我收集了太多歐吉桑的樣子 每個動作表情都是戲 在綜藝圈也有亮眼表現的他 過去就曾以主持人身份多次入圍金鐘獎 還拿過一次兒童節目主成獎 與大嘴巴團體出道 擁有兩座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的薛士林一樣 都是首度以演員身份拿到金鐘門票 第一次入圍就挑戰勢地 薛士林心力詮釋了生生世世裡 那個個性陰柔的男同志 靠著家人的期待與社會壓力 被迫娶不愛的女子 不斷壓抑自己 讓人看了都替角色心疼 最終還因病過世 玉樹後來生病離開之後 然後很多人就會一直訊息我說 我走不出來 我想說你走不出來什麼 對 我想說你走不出來什麼 然後還問我說 還會問說 玉樹會怎麼樣死 我怎麼知道意思 你不是應該寫心去問編劇嗎 有點欣慰說 團隊我們真的說服人家 同樣內心藏著秘密 我家的美好時光中的唐志平 演的是隨軍隊撤退來台的揚州青年 卻隱瞞在大陸有家庭的事實 在台灣取其身子 他用心揣摩角色 並上網自學揚州話 你變這個樣子好不好 我跟你說了 我不是存於便宜的 你小的我根本回不去啊 他是上海話跟北方話有點中間 那是很高很急的 切斷 這個死心啊我跟你幹 這樣 每天聽每天聽 我大概關鍵字 就抓到個八九成 我再也看不懂 我再也看不懂我爹了 出道二十年來 現在是我的狀態最好的時候 這個人從頭到尾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對這樣的生活這樣的背景 他為什麼會痛苦 你人生裡面你沒有這種體會 跟你沒有這種理解 你是無法做出 魏系學習新技能 嘗試演員得做的角色功課 像是黑喵之情裡 飾演擁有與動物溝通能力的師名帥 就特別去上了寵物溝通課程 我演戲的時候 狗不可能真的跟我對吼 或者是他的反應 不可能是我要他怎麼反應 他就怎麼反應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要 很像回到那個 在學校學表演的時候 那種很即興的狀態 除了跟動物對戲的挑戰外 由於劇中角色個性散滿 做事不上心 看似平凡到不行的人設 卻又遇到了離奇事件 在情緒收放之間得精準拿捏 奶奶每天都跟我說 我是不是又要被丟掉了 如果你一直很戲劇性 張力拉到那麼高的話 很多東西怕會沒有被看到情感面 我第一次演長劇集的男主角 然後第一次演然後就入圍 我覺得是一個里程碑 就是在當演員這條路上 而演員這條路才剛起步 第一次演戲 就以天橋上的魔術失禮 鬼靈精怪的小不點角色 雙料入圍 金中心演員與男主角的 十二歲天才同心李毅喬 超齡的表現令人驚艷 我沒有很喜歡哭 所以我不知道 哭是到底要怎麼拍 這是經過當你跟我解釋的時候 這就是跟你爸媽最後的面 你笑他們就要笑 你哭他們就哭 然後當他在拍我真的就是 他們就是我的爸媽 這是最後一次見面 就進入那個狀況 由笑到哭已經到底完成 生動自然的演技 逼哭了不少觀眾 不論是出生之毒或硬底的老將 金中勢力之爭 讓演員的努力與實力 被更多人看見